锦毛鼠白玉堂 到了公馆暗地之中保护包青天 裹不出他所料 相扶这小子真来了 正好还蹦在他这东房上 白武爷气急败坏 飞起了一脚 正登到草上飞前行 啪你给我枪起了 这一下吧相扶可衰苦 胡同一生摔倒在地 要不是仗着他有两下 非摔个半身不随不可 但这小子既然叫草上飞 功夫真不简单 刚一摔到地上 就见他脚尖一点地 腰眼一点地 又蹦到西方上去 他行事到了西方上 换条道走 没想到西方上也站着个人 谁啊 南峡展胸飞 南峡保护大人 左右不离啊 一看相扶上来 展胸飞把脚抬起来 吓起了 这下好些没把他踢死 相扶是翻身摔倒 栽倒在地 还没等军兵过来 把他按住 这小子一个鲤鱼打挺 又蹦起来 一换腰 赶奔 南峡 现在啊 有条路 他就想跑 可这脑袋 刚在南峡的房檐上露出来 下半截还在空中悬着 他可没想到 南峡这蹲着个人 正是那个室外的高人 小老头 这小老头 比白玉堂和展胸飞 都狠得多 手里拿着块房瓦 古代那瓦还挺沉 这一块能有十斤 相扶这脑袋刚往上一楼 小老头把瓦往空中移举 下去把我孙子 啪 正拍脑袋上 相扶就叫做 门一声两眼发黑 失去了知觉 发手愣到摔倒带地 这回再也不动了 被军兵弟兄们过来 七手八脚把他给捆上了 展胸飞一看 把刺客抓住 这心态放下 扭灰尘关条 就见那小老头走了 南下心里就一动 这个老者是谁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既然把刺客抓住 去了我一块心病 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 问问这老者 细母子名水 我们俩交个朋友 想着这儿 南侠也跳到街上 一边追 一边喊 老英雄流步 老人侠流步 这小老头全听见了 他一直到了安平镇的郊外 树林外头 平身站住 老者把衣服收拾好了 笑呵呵 他这等着 时间不大 南侠就到了眼前了 要说展胸飞这个人 能耐还大 知书明理 尊备掌上 那分得非常清楚 南侠把衣服收拾好了 长大的衣服穿上 系好了飘荡 来到老者面前 攻身实礼 老人家 一向可好 数晚生 冒昧了 说着话 一功道地 老者用手相掺了 哎呦 免礼免礼 我可担当不起 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叫我站住 你叫我站住 有事啊 请问老人家 尊姓大名 天乡何处 晚生 打算早晚 要跟您学点武艺 是吗 您太客气了 哎 小伙子 你先甭 你先甭问我 我先问问你 你是谁呀 啊 要问我 家住 家住 长州府 武进县 百花岭下 玉街村 我叫 展昭 什么 你叫什么 展昭 自 胸 飞 哎呦 小老头 蹦起来 多高 拉个南侠 上一眼 下一眼 看了七十二眼 这个亲近 就甭提了 您就是 鼎鼎 大名的 南侠客 哎呦呦 数老朽眼镯呀 怪不得 我瞅 你能力那么大呢 侠客爷呀 老朽 这乡有力了 不不不 您是老前辈 您问了我呢 究竟您是谁 哎 我跟你比起来 可没法比了 老朽就住在 陈州 我姓燕 叫燕子托 南侠也听说过 陈州的老隐士 当地的武林高手 汤狼派的派主 燕子托 武林之中 果然有这么一号 南侠一听 聊一副贵道磕头 您是老前辈 我是您的晚辈 燕子托 说什么也不答应 把南侠参起来 这叫 英雄爱好汉 一见如故 一老一少 携手揽曼 进了树林 席地而坐 在此畅谈 燕子托就问 南侠这是从哪来 干什么 战兄被口打嗨声 就把暗地这种 保护包的人的经过 讲了一遍 燕子托点点头啊 罢了罢了啊 英雄出少年了 现在我老了 手脚迟钝 也不常出门了 就得全倚靠你们 这些年轻有为的人了 南侠呢 又问了问 燕子托的一切 书中代言 这燕子托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燕妃 二儿子叫燕丰 你别看燕子托老头 一辈子行侠作义 为人非常正直 但是他这俩儿子 要多不是东西 有多不是东西 一个好饼都没有 拿他大儿子燕妃来说 流落江湖竟做坏事 有个匪号叫白居花 咱们说到后文书 小五义的时候 这白居花就成了气号 无恶不作 无所不为 奸道邪音 伤天害理 干尽了坏事 他那兄弟 燕丰 外号人称叫白莲花 更无恶不作 更无恶不作 这俩小子不但做坏事 能力还大 为什么能力大 就是跟他爹燕子托学的 当然老头不能希望儿子干坏事 儿大不由也 出了这种逆子也没有办法 由于燕妃白居花折腾的太凶了 还有白眼眉徐良出世 三系燕妃白居花在红燕落沙滩 把他们哥儿俩给杀了 这是后话 咱暂时不听 但说燕子托 跟南辖在这谈着 后来就约情 说现在包的人身边没事的 你能不能到我家里做客 我呢 也帮着包的人沉舟放凉 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南辖也愿意跟你学点能耐 就这样一老一少 离开安平镇赶奔泉州 咱暂时不提 白玉堂 一看相夫被拙了 心也放下了 带着手下人 也是扬长耳静 像这种人 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 施恩 不忘报 就是我干了好事 不希望你报答 做完了 扬长去走 要不就 做点好事 让人家让到屋里 自个儿还表白几句 你看要不是我 你这个事你能行吗 让人家送点礼 表扬几句 那也太俗气了 像白玉堂这个顶天利益的英雄 干好事也太多了 不希望人家报答 说白玉堂走了 什么时候还露面 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 划分两头 单表包的人 这觉不能睡了 把刺客抓住了 包的人马上升汤 分手一声 把刺客 带进来 手下的拆棍 也气坏了 在牙门口 当差这么多年 光抓那 强盗也没少 但是像这么胆大的 还没有 大伙都想收拾收拾他 就见包的人一声令下 下面是连推带拖 啥啥啥啥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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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相符像拖死狗一样 拽上来 说相符这小子到现在 已经神智清醒了 虽然说脑袋上挨了一下子 当时昏迷不行 这事又缓过来 脑门子上起了个大拨 血都定成了嘎巴 但这小子往里头走 他心里头琢磨 我这条命 算是彻底交代 落到包黑的手里 还有个好吗 就得把我皮给我扒了 又一想 豁出去了 当初我不说过这话 把这一百四五十斤 交给你们了 爱怎么的就怎么的 他把牙关咬心一横 卖步来到堂口之下 是利而不跪 张龙赵虎过来 盯档给他两拳 跪下 跪下 他那跪下问你 要过来几个人摁他 他支撥了脑袋 就是不会 包黑的 包黑的人在上的端坐 瞪眼看着他 一瞅这小子长得相貌 凶恶 就知道是个滚贼 但是包公 又当过支线 又当过服饮 他的职业 就是审问案 什么样的人没遇见过 有那个平常挺横 一到了工堂上 下的一摊泥 有的就挺横 凡是对待这些人 有不同的伴子 包的人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把金堂木一拍 啪 两旁退下 那意思 他不跪就不跪 你们干什么打他 张龙赵虎赶紧攻身势力 是 胡拉超望两旁一退 包的人就看看相夫 下面 你是何人 家住哪里 性子名谁 言何行赐 本亲差 两旁的差人就喊 说 快走 快说 相夫这小子 把脑瓜一捂了 包黑子 你少说废话 你也甭管我是谁 要甭问我住在什么地方 今天该是我倒霉 叫你把我抓住 要杀 你就开刀 吃肉 你就张嘴 罩着眉头 不算英雄好汉 你给爷爷来个痛 回问你 呵呵呵呵呵 你这骨头可够硬 好吧 既然你不肯演讲 我问问你 我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包拯 做了哪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壮士 只要你能给我指出一条来 我是贪污了 是受贿了 是办事情不公平 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要你能说出来 不用你杀我 按包拯 当着你的面 我要横刀自杀 你看好不好 你说吗 问问 这我 一句话把草上飞给问住 他没想到包的人 能跟他讲理 他低脑他一合几 包黑子说的有理 哎 我真的还举不出这例子 没听说这包黑子 干了什么坏事 这门的理亏 是张口结舌 哎呀 我包的人 我白活不过你 你也就甭问我 我不管你做的对 还是不对 反正我就是要杀你 哈哈哈哈 壮士 你再欺骗我 也再欺骗你自己 那你要杀我 你还举不出杀我的例子 不用问 你是受了别人的主使 他人的利用 你不是为贪财 就是为赌气 胡说八度的你就来了 你看见没 现在你被我抓住了 我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要你这条命不费摧毁之力 可是我发现你这人很有能耐 三十来岁也不容易 可能还有家口吧 我要把你杀了 你家里人谁去照料 算了吧 念你一时糊涂 没有知识 我饶你 不死 来人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在帐房里面 织四十两文银 把他放了吧 张龙照顾众人 什么 你这包的人办事奇怪不奇怪 就这么大的案子三言两语 把他放了 还给他四十两银子 哪有这便宜的事 人们认为听错了 站在那没动 包的人把脸望去一尘 怎么我说话 你们没听见吗 赶紧照办 这大伙不敢不听 下去支了四十两银子 把相夫的刀 标囊 搜出的东西 都给他拎回来了 然后把榜生解开 照顾撅着嘴 看了看 哎 你的东西给呢 走吧 走吧 记住啊 往后没有零花钱 就来行刺 你看你多便宜 还得四十两银子 相夫这颗脸一红 把他惊呆了 他不知道包的人这是什么用的 包的人 您跟我闹着玩吧 哎 工厂之上 岂有儿戏之力 您真放我 那是自然 大人您放了我 您可别后悔啊 您再找我 可找不着了 包的人一笑 没言 相夫这小子 把银子接过来 把刀往卡进窝底下 拎着包 转身就走 可他到了门槛 而这儿又站住了 为什么 他这脑子里 是激烈的斗争 他一想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又倒是 人分三六九等 怒分花里子谈啊 这包的人不错哎 我以为这家不定多横呢 见谁就宰谁 见谁就杀谁 贴面无私 冷酷无凭 今儿这么一看 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人同情达理 像我这种人 还怜悯我 还照顾我的家庭 哎呀 扪心自问 身感有愧 他又想起安乐侯旁 那家伙残暴不忍了 瞪眼就骂人 举手就打人了 你说我这样回去了 说包的人把我放回去了 非吧我整死不可呀 焉悠我就活命了 这玩意 我上哪去 我能逃出 安乐侯的手心吗 他站在那半天没动地方 包的人就问 严和不走 相夫一转身又回来了 把刀往地上一放 包袱也放着 哭通 他跪下了 包情天 我是一百二十个混蛋 我果然是受了别人的毒使 一失糊涂犯起了杀身大罪 包情天 您不但不治我 还把我放了 人心可都是肉胀的 我也是个人呢 我不走了 您呢 把我杀了 我这心还好受点 我往外走 我连我的祖宗我都对不起 您杀了我们 包的人心里头高兴 一看那个贼啊 上有人性 呵呵呵呵 那么你受了谁的主使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陕西同关的人 姓相 叫相夫 就是相羽的相 福气的福 有个匪号叫草上飞 实不相瞒 我在安乐侯庞玉手下 当十万军队的宗教席 硬帮着庞玉干坏事 这一次 就是大国旧 叫我来的 他听说你要赶奔陈州大梁 他非常害怕 为什么呢 他干的坏事太多了 怕您到那查办出来 对他不利 所以呢 他怕也我在办道上 把您给杀了 杀完之后 他可以逍遥于法外 他还答应 要事成之后嘛 给多少万两银子 我不为别的 我就没发财 所以我自暴奋勇 就犯起了大罪 这就是以往的真情 头 包得人一愣 相夫 你说的是真情 我要说半句瞎话 我的后半辈也好不了 我们老相家都不得擅住 安老后果然派人行刺于我 嗨 行刺算什么呢 他想了很多坏招 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怪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回接着说 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后来 所以这个检